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Lyoto,歡迎回來飢餓殺世界 今天呢,我們來玩這個我們上一集所獲得的鯊魚 原子鯊魚 那這隻鯊魚呢,還蠻特別的 他就好像有手跟他的腳 可能就像是鯊魚的圖片,圖片種 然後你看他的魚鰭居然有三個 正常來講魚鰭是,應該是魚尾啦,講錯了 魚尾啊,魚尾是有三片有沒有 正常來講一般鯊魚魚尾是兩片 或者甚至是一片 他這個是有三片,超級圖片種 感覺蠻酷的 這一隻好像沒有要解鎖什麼新鯊魚的樣子 只有什麼收集牙齒啊,反正是如此類的 吃掉幾個人類啊,幹嘛之類的 不過沒關係,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稍微把那個牆壁 就是那些地圖裡面該有的 試試看可不可以全部都撞破 因為有一些,有一些地圖的東西啊 是需要靠某些強大的鯊魚撞破 才有辦法去那個 去解那些任務啊 所以說,我們必須喔,就是要先 把牆壁都給撞破再說 欸,我剛才看到一個 爆發,爆發 好啦,算拿這個好了 你看拿菜刀剛好 阿不是菜刀 彎刀,拿個彎刀 感覺蠻猛的 來來來,多吃一點,多吃一點 都爆發,都爆發,沒關係 哇,還多了這個 巫婆的帽子 死亡爆炸範圍加50 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然後這個 該裝的還是都裝一裝好了 有裝中米沒裝好 然後我們這邊全部都已經 都已經獲得完畢了 看一下 這個是一定要的,這個也一定要的 我記得這張圖很多靈魂沙 好,我們帶這隻去好了 好,我們出發 完 鯊魚與河分裂試驗的產物 本來設計來清理毒廢棄物 但他吃你的速度 可不比清理海洋慢 他能吸收 喔 還可以治療與充電耶 充飽後將不會損血 並會加速 還可以雙腳站在地上 哇賽,這一隻 原來這隻可以吃核廢料喔 哇 那我要怎麼看我有沒有充滿電啊 我還真的不知道我有沒有充滿電耶 哇賽 這一隻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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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這一隻還蠻特別的耶 我覺得 在這裡會不會充電 欸會耶 欸我剛剛在那個核廢料那邊待著 我居然 在補血阿 哈哈哈哈哈哈 這隻有點猛喔 你看他這邊可以補血 補好補滿啦 哇塞這邊根本就是我的 主場秀了阿 是不是 快死就來補一下就好了 充電中充電中 喔他的右邊寫有一個鯊魚的標記 他剛剛那個電慢電我充電中充電中 好了然後呢 欸怎麼咬我這麼痛阿 我要怎麼知道自己充滿電阿 喔呦充滿電之後回血速度變超快的 速度變快我電充滿了 哇塞 這隻真的很強我說真的 這隻真的很強 喔終於撞破了太好了 我們還有哪裡要撞 喔我們要撞的地方可多啦 呃左邊那邊我記得我撞過阿 怎麼又又又又沒啦 算了不管了 要找地圖 我們順便找一下地圖好了 順便來看一下這邊道理 喔 這邊有居然有那個 這是鄧是魚吧 管他什麼魚 剋掉又對了 吃好吃就對了 哇 現在全部都撞破了 好爽喔 我去把那個 左上角那個岩石也順便撞一撞好了阿 喔唷你們幹什麼東西 拜託我突變鯊魚捏 在那邊 開玩笑 來來 耶阿 喔耶阿 撞破了好爽阿 有借我這裡曾經撞破過阿 欸靈魂殺靈魂殺 靈魂殺 還不還不破 還不破 早該破了你 好家 爽 喔 無人戰鬥機 轉轉轉 輸 嘿嘿嘿嘿 孔明的陷阱 欸我去了 沒關係再來 來阿 來阿 哇這個是自動 這個地雷不會自動爆炸 還會過一段時間才會爆耶 來往這邊走 耶阿 我什麼都能吃欸 好爽喔 哇這邊就要更大的鯊魚 好吧 看來是以願違 沒有這麼好康的 全部都給你撞破 哇這麼大一隻 哇那那麼大一隻水母阿 大地之母阿 大地之母出現了 這邊居然還有殺人精 這張圖居然會有殺人精 那阿那裡過來 好這邊不能撞更大的鯊魚 我懂了 所以說我們能探索的地方就只有這裡了 哇後面有摩天大樓 不是摩天大樓 那個叫什麼來著的 摩天輪 摩天輪這樣子 很痛很痛 很痛 哇阿地圖的找到地圖在這裡 這地圖是找哪裡 跟右邊嗎 誒說真的應該已經沒有地 應該是沒有地區了吧 這個遊戲的關卡應該是只有四張圖而已阿 難道這張地圖是拿來解鎖的阿 隱藏關卡 有沒有這個可能 解鎖隱藏關卡的 解鎖隱藏關卡的 喔 救援任務解鎖新的鯊魚 根本下不去阿 欸我可以 嚇我一跳 我也是在裡面 裡面都尷尬了 等我一下我先儲備一下我的金幣衝刺喔 等一下用來打BOSS用的 好 我們剛好間接就接了第二個任務了 不錯不錯 接了接了拯救鯊魚的任務 好我們的夥伴 我們的夥伴需要幫忙 在哪裡 我都游下來了 游了游錯邊了 好笑 一哈 哇 這隻鯊魚是怎樣阿 他的下巴怎麼回事 成為名阿 哇賽 哇賽 沒關係 我現在無敵狀態 你死了 哦耶 獲得新鯊魚 舒虎 這隻鯊魚叫什麼名字阿 知道 哇 我覺得我們進度越來越快了 哦 我竟然把那隻大隻的水母給吃掉了 吃好吃嘛 欸 為什麼我死了 What the hell 好算了沒差 換下一隻 我們來看下一隻鯊魚是什麼好了 反正都出來了嘛 出來的話我們就撒必死加碼 再加一隻 送給各位 這是什麼 殭屍鯊魚 有什麼比翅膀的鯊魚還要恐怖 哦這個是他裡面說明 抱歉 哇賽 連這傢伙 連這貨都來了 好我們看一下那種爆發速度增加 呵 我全部都 呵呵 全部都是飛行員套裝 沒什麼好講的 我最喜歡飛行員套裝了 看一下 一樣是平中性 哦這個是需要 哦蛇頸龍的化石 呃任意的地點 感覺有點麻煩哦 那我只要把 呃把這個給拿掉好了 換這個 偵測化石的功能 好不好 來吧我們來玩看看 玩看看我們的殭屍鯊魚 然後之後看一下這一隻 可不可以撞破我們剛剛 右邊最右邊最硬的地方 啊能夠撞破當然是最好啊 而且我們剛剛解鎖地圖 好像也沒有得到新的地區嘛 所以說這個遊戲真的是只有這四張 那那個地圖是幹嘛的 啊解鎖地圖讓我們看得更清楚 這個這張圖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像是這樣子 哦殭屍鯊魚來了 哎呀剛剛我沒有注意看他特殊能力耶 他特殊能力是什麼 再生嗎 不管了 我剛剛 顧著講話 欸真的呢 Hungry 一二三四五 欸全部都在這裡耶 欸沒有哦 解鎖地圖新地區是不是 欸你看這個右邊 是我錯覺嗎 我怎麼感覺這張地圖變大了 是變大了還是怎樣 欸啊可以撞破了就是爽啊 可以撞破就是爽 欸這鯊魚走好棒 殭屍鯊魚都這樣子嗎 救援任務 哇這需要更大的鯊魚 救援任務在下面 我們立馬馬上就解鎖一個新的了 不錯不錯 很可以 完蛋了 我們打阿龜怎麼不工作呢 把他撞爆啊 咬 欸欸欸欸 母湯 這邊的鯊魚超大隻的 旁邊那隻什麼東西 哇 我要死了 哇 殭屍化 哇 我居然殭屍化 我會殭屍化 哪招 不管了 克再說 把你給克掉 走開 你壞壞 你壞壞 我殭屍化現在是多一條命就對了 什麼會不會是有電鋸的聲音阿 哇 受痛受痛 很痛很痛 快點先幫他咬死再說 哇 吃到一定程度殭屍化瞬間滿血 瞬間滿血 哇 救那一隻 哦 他下面那個是圓鋸 他這個下巴可以鋸人阿 可以鋸殺阿 哇 這鯊越來越有特色咯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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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阿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阿剛剛那隻怎麼不見了 我不能死 我死啦 一個大自爆這樣子 超級大自爆耶 Oh my god 超級大自爆耶 等下我們再用一次殭屍鯊魚阿 不管他這邊寫說 什麼鯊魚可以隨重 他可以把咬到了變成殭屍 我們再看一下他的說明 只要被他咬到 就可以把敵方殭屍轉化成殭屍隨重 這樣隨重會像城戶一次擁有三隻 死後會爆炸 欸我剛剛我是忘記帶寵物了 我是忘記帶寵物了 好我好像忘記帶寵物了對不對 這樣不肯 算了沒有寵物也可以阿 死不了 成為我的水種吧 快點 我可以讓人類變殭屍嗎 我可以讓人類變殭屍嗎 喔 是魚殭屍化阿 不是我殭屍化阿 你看看 哇又多了 哇超好 超好用的 好再來這隻 歐耶 我的夥伴們 只剩你這隻阿 阿他們又全部全速復活了 我要蟲咬了麻煩 全速復活 然後那些殭屍 那些殭屍鯊魚 沒多久就自爆了 那些殭屍鯊魚 可以這樣像是死靈法師這樣召喚同伴 誰說你可以咬我了 誰說你可以咬我了 來來變成我的同伴快點 快點阿 變同伴阿 難道這隻不能變同伴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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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殭屍化殭屍化阿 超酷的 恩 恩 只剩你了 你別跑 腰死你 嗚呼 腰死你 快點快點 我要獲得更強大的 喔 喔 喔 終於 快點快快趁現在 呦 過得了 別再咬我了 終於解開這隻了 哇超屌鯊魚 有屌到 有屌到 我們快撞下下面好了 我們這邊解鎖完了 逆流而行這邊過不去 看一下上面 怎麼還有平中性阿 到底有幾個平中性你說 哇靠受痛 到底有幾個平中性 到底有幾個 不要咬我 這隻鯊魚可以拿那麼多平中性幹嘛 這又撞不破了 我們現在剩最左下的地方要撞 左下那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寶箱開一下 耶變成我的夥伴吧你 這裡 這裡 爆發 有 爆發並破壞 行阿 H 拿到一個化石了 拿到一個化石了 我 我 有 我要死了 各位 來生再見了 各位 沒有 我活下來了 各位 這隻給我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把我們字母全部收集完畢 來結束這回合 就這麼說定了 衝阿 下面有 有 嗯 歪 等一下 我們看最右邊 最後邊沒有字母 剛好 就剩下這上面這個 這兩個 非常好 一路衝到底就對了 x2 致母 這蠻 lovely 這裡 是我們在這裡 巴啦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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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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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屁呀 屁呀 這邊一個 哇 需要到這麼高的地方 快點快點快點 讓我變身吧 哈哈哈哈 你們通通去死 這個也吃 爽 我爽 爽 爽 就算你變大隻了你也沒辦法撞 嗯 變回來繼續黃金衝刺 吃 吃 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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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萬 死吧你 殭屍化 WOW What the hell Are you kidding me 以及我們的那個 現在這隻巴斯 巴斯 巴斯光年 夭壽喔 這個塞的這個下巴 嗯 感覺更鋒利了 我看一下我們剩幾隻喔 1 欸 欸 要沒了 我們剩下 1 2 2 2 3 4 我們剩4隻 我在想阿 我在想說我們要不要就是先收集前面的畫質 最後再想辦法去突破 去突破後面這兩隻好了 好不好各位 我們這個飢餓殺差不多也快結束了喔 我們玩的都差不多了 那麼下一集呢看情況吧 下一集可能先玩巴斯 又或者是說 又或者是說先把後面這兩隻小隻的解除出來阿 反正 該解還是要解阿 不然的話 沒得玩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過來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饑餓殺世界再見面啦 掰掰